我们现在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超人刀 1比1的超人刀 那首先我们介绍它的这个 配件 那这一张是它的一个开机的 加密钩 然后这是手柄的点接线 那手柄上我们会上这个头 那我们上的头的时候是这样 它会卡住 OK那在这个主机后面 它有一个电源开关 我们就是打开电源开关 然后我们按前面这个绿色的键 那这样的话我们会看到 进入这个界面当中来 这个界面是那个主要输入 我们客户的这个相关信息 一般的话我们就不要去 做它的这个操作 我们直接按这个start 那进到我们这个界面 那现在我们上的是这个3.0的头 那三星对应的这一个圈 然后有3.0的这个头 那这个部分黑色的部分是这个扫描区域 当我们这个在操作过程中 它就会有皮肤的这个皮层的一个扫描 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探头的这个标志 那下面是这个它的发数 那它的总发数是5000发 但我们在这个发数来的时候 我们会是超过5000发的 这个是用于就是说来施打的这个情况 那这个地方是我们这个能量 0.1最高是2.0能量 那这个长度是nest 就是说我们这个探头 这两条黑线之间的这个距离 打点的这个距离 那我们像这个3.0的话 我们可以最高是调到这个25 1.5的话 它就是15 那我们这个能量 那这是我们调节屏幕的这个光亮的 就是光亮 然后这个是设置区域 那我们就不要去管它 它也是关于这个屏幕的一个扫描 一些默认了 我们就不用去处理它 那这下仪器所 我们的这个能量的大小 和我们这点和点之间的距离 是绑面在一起的 这个主要是从于我们这个 安全的这个技术上来考虑的 那我们在做这个超线刀之前 那我们都是说 从能量小的开始去试打 给客户去做 看它每打一次 我们看它的这个 它对这个敏感度 它的疼痛感 它的感觉是怎样的 然后我们再逐步 以0.1或0.2的这个单位 作为这个叠加 OK那这是我们的这个超线 这样就是它面部扫描的这个图片 那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不会去太多的去强求它 那我们正常操作的时候 那我们在手臂上有一个 第一个键 我们可以是启动和开始的键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界面上 按这个Ujure Printing 那正常这启动之后 我们操作是按的是第二个界面 我们可以看一下 那我看亮了 它这个显示的是Ready 那我这个上次结束 它这个灯会自然亮了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界面上 直接按 它也会是暂停到这个键 那我们正常工作的时候 要按这第二个长一点的这个键位 那这是整个的这一个界面的介绍 包括我还是说 我们现在讲一下 就是在这个操作之前 我们会有一个花线 那其实说我们在花线的时候 就首先我们会去描一个那个中心点 那往下面走 它会有这个1.25厘米的距离 我们是不能去做了 然后我们会沿着这条线 按照它这个颌骨 然后 花线的线到这个耳下面 耳银下面 那我们这个离分 差不多是2.5的这个距离出来 那我们刚开始 我们不会去找这个2.5距离是多少 那我们就是用这个探头 它有两个比之间 两个线之间 它也是2.5的这样一个距离 那在嘴角的这个区域 我们会留出这个1厘米左右的距离 就是1指宽的距离 这个是属于敏感的这个区域 我们会去做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鼻翼的这个位置 然后找到颧骨最高的点 然后是耳中耳心的部位 那我们这样的话 就是把这三个点连起来 让最高的部位 延长着这个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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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